外面已经开满了 里面还有一些没开 因为我这个龙沙墙是两面的 给大家先看一下外面 今天有好几盆要修剪 得瑟一下我的龙沙 其实也不能得瑟了 很多土地都种的跟我一样 或者比我好 然后修剪倒是还可以精进 哪怕是种的已经龙沙比我好的土地 也可以再精进一下修剪 大家都可能很多观众 都想看这种一枝独秀的花的修剪 我这颗我早就应该剪 我特意留到今天 因为前两天没空拍节目 那这颗凯拉我就剪一下 给大家看看 其实这根笋开花就晚 因为它是后长的 它们都开了 它还持续的在长高 那这种只有一根笋的前提下 怎么修剪呢 我们看它整体是不是比较壮 有些观众有些特例 比如说刚买的苗特别弱 但是你种的好的情况下 有一根笋特别强上来了 但是下面这一团 我这一团还大的 有些很小一团 在这个下面很小一团 那那种情况呢 就把下面那些小碎麻子 就是一团乱麻 我就全部都不要了 还不如就留这一根 然后掐个头就行 是吧 掐个头它边上会有侧枝出来 那种平衡以后再找 就至少就按最快的速度 把它仰壮 就是这么压 或者说不剪 直接压下去 压苗柱长 那堆小乱麻也压下去 如果都压不下的就剪掉 那个是特殊情况 那这个是普遍情况 普遍情况 我先剪给大家看 也是这种花 就是先给所有的流余量 就是花下面的一片叶子 这样剪掉 一串的也以一串为准 下面的一片叶子 这样不是说强制的 这个只是为了留 后面的修剪流余量 因为也不知道后面要怎么剪 现在就无脑先这样剪 这样是新手 最容易操作的 无脑先剪掉 剪掉之后 我们再来看它的 然后这个就是 可以多剪一点 因为这个枣瓶啊 我肯定是这根强损 去迁就这一团了 因为这一团也是 其实是足够强壮的 那么我要去迁就它 这个先剪下去啊 剪到大致一样 等一下还要选择 它的压点方向和 因为还要压下去一点 这个时候这一团乱麻 我们就开始找芒枝了 里面里面的小细碎的芒枝 就剪掉 这个时候 越是里面的越是容易产生芒枝 然后越是不剪掉呢 它就是容易病虫害 但也不是抢营养啊 它主要是堆积在里面 容易病虫害 像这种上次剪的这个梗啊 就可以给它剪到底了 这样一看进去 一看这个就强壮的 然后边上这个落的 这一串都是 然后这个是芒枝 芒枝就是顶端坏死的枝头 看这个顶端都没有开花 就在这个里面 就是一团堆在里面 那趁这个时候修剪 就可以把它拿掉 我顺着它找 整个枝头都不是很壮 我就整个枝头拿掉了 这个要找仔细一点 剪错也不用怕 有时候我也剪错 一刀剪把墙装的剪了 你看我一拿出来 这一堆全部都是顶端之头坏死 一朵花都不会开 为什么 因为这根杆子啊 它是病一样一样的 看这里烂掉 杆子就不健康 那当时流是因为为了平衡 以及为了它的那个整体的职业量 当时如果这些都去了 就会很弱 那现在呢 看来就没必要再保留了 我就剪掉 这样一下子这里就空了 然后这个墙装的 也要转着看 然后这里一看就是有一个落的 像这种上次剪的头就剪掉 这个里面 这个墙装的新长的 这个又是那种类似的 顶端 顶端雅点全是一个黑点点 就像虾类一样 所以叫芒姿 我能尽量就是把一些专业术语说的 让大家好理解 然后我现在可能这一个拍不到 我先一刀剪给大家看 这个也是 这个曾经开过一朵花 但是这个太弱了 我没必要这个花下一片叶 咔嚓剪干净了 留着它 因为它如果在这个位置我会留的 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我就不留了 看到没有 这里面太挤了 这里面而且有更强壮的 它的左右邻居都可以支撑起一片天了 所以那颗 这根我就拿掉了 然后我又剪的时候发现 就原先上一代的就是这个苗刚到我家时候的一个老枝条 现在就看来都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我自己种的好的枝条串起来 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 类似的全芒枝 而且它边上是有足够的 其他的枝叶的 那它就拿掉了 一下子里面就空了 然后就这一团 我们就看哪里密 往哪里走 这里倒是都还不错 这里有一个小芒枝 然后这里面的几个芒枝 反正就不用看了 就剪掉就行了 不用拍细节 这样子清理完之后 我现在留下的基本上都是比较强壮的 而且是有用的枝头 我们走远一看 是不是 其实看我刚才剪了那么多 不用心痛的 那个留着呢 留着它是能提供光合作用 倒也不做强养分 但留着里面就不通风 反正它不会开花 然后下一波要刺激它 其他的芽点长起来 就不要留着 这个地方呢 都还不错的枝头 但是这里呢是重叠枝 重叠枝 这个时候再来处理一下 重叠的 这芒枝啊 刚才没发现 那顺便就拿掉了 这个枝头还强壮的 但是它在这里 左右邻居都比它强 这个一定是要对比啊 一定要对比 它的左右邻居怎么样 挤不挤 挤的时候就可以把 那个弱的拿掉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来走进细节拍一下 这个就很明显的 两个都很强壮 然后打架了 交叉了 交叉了我肯定要只能留一根 只能留一根的话 我留哪根 我就留这个嘛 我就剪这个嘛 剪这个呢 为什么 我这根一剪掉 我可以这边两根都留住 要不然这两根都剪了 为它一根浪路啊 这一根剪了 是比较强壮 然后这根细 这根还行 但是我这两根都留住 是吧 因为它左右兄弟 这个兄弟也还是强壮 这样子整体你远看的时候 疏密度就一样了 是吧 没有特别挤的地方 就这里可能还有一点 但没事 我接下去就开始调整 它的高度啊 平衡 平衡其实基本上平衡 就这个稍微高的剪一下 然后刚才这个强损 看这根强损 刚刚一枝独锈的这个 一枝独锈的略微压低一点 又有顶端优势 又有营养通路的优势 它就永远有优势 把它的顶端优势压下来一点 然后我选择这片牙垫啊 这片牙垫这个地方 有一个空间 正好可以让它弥补这一块 好 这颗凯拉就修剪好了 凯拉这个品种啊 那个台湾可以种 台湾而且南部啊 台北都会灰梅兵烂包 大家看这颗是马林啊 那个红色月脊 德国的品种 那么它已经 我推迟了修剪了 导致它新的也长不出来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如果这种新的嫩的 它是平衡的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大致上 那么就有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花剪了 就是把花摘一摘就行 因为你看花的下面 都已经冒芽点了 而且又冒的是花芽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样子 它也能开一波很不错的 而且是快速的 它不算第二波 我叫它一点五波 那这一波如果开掉的话 就要认真的去修里面的盲子 以及平衡 大家在选择上 两种选择都是可以的 那我自己更倾向于 把它马上就平衡给修出来 那么我就不要这一点五波了 我就不管它是新芽 还是没开的花苞 还是盲枝 我都当它开过了 就当花后一整波修剪 主要是给大家看看 我这个平衡怎么找 因为它也是不太平衡 但是比一枝独秀好一点 那么里面的重叠枝 盲枝这些反正跟前面的一样 一样先找一找 处理一下 就至少外围的我能看见的 先修掉一些 这样可以以便于后面的操作 这样子基本上修好了之后 我找平衡 差点翻了 我找平衡就要开始找了 找平衡我就 这种找平衡就高的先压下来 先高的先找到和它们大致差不多的平衡 这样子再去看了 整体再去看 然后这种花苞也是花下一片叶就先剪 剪完之后它又会矮一点 剪完之后又矮了一点 然后再去找平衡 再去找这边的平衡 因为我这个找平衡就是要高的要去迁就矮的 因为这个矮的我不可能整体拿掉 整体拿掉了就这边偏了 当然如果整体拿掉偏了 我如果脱盆重新种把它种正了 也是一种选择 这个时候其实这样整体租形就已经呈现出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嫩的心长的枝头 我是有点舍不得及 但是我就看不惯它这样重叠交叉在这里 它是和这个打架的 而且还比较壮 然后这两个 这两个之头是打架的 这两个之头打架的 这两个都比较粗壮了 这个其实没啥作用 这个也是新来的苗 所以各方面问题多一点 然后到我手里 我是比较凶悍的建的 那我是主要是 里面的主要的构架 把它给理顺了 那以后的修剪就会省力 像这个枝头 这个枝头和这个重叠 都没必要留这个 因为它太弱 别看它比较粗 这个枝头上这些并斑特别多 比较弱的 下面芒枝也多 这个就不要了 因为它重叠了 如果只有它没有重叠 那肯定要留 这个时候整个构架都 一二三 这三个枝头主要构起来 这边 这边我看一下 这边这一串就是那种 就是都是芒枝的 我就把它剪掉 然后这根枝头 还清秀一点 因为它嫩 刚才那个比它粗 但是它嫩 我留嫩的 慢慢仰壮就行 然后平衡上就要重新找 是吧 这个够了 这个特别矮了 这里有一个芯芽 这个芯芽我就暂时先保留了 包括这两个 这两个先保留了 这一个就是 它的来的底子就是太不平衡了 太乱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先保留 到时候第二波花的时候 继续找平衡 这样慢慢慢慢 你的租芯就形成一大棚 然后就开花也越来越整齐 那新到手的苗 大家就不用着急 那这一棵是我去年来的苗 刚来的时候还挺弱的 所以我剪都没剪 当时花后就是随便一剪 过完年后做的冬剪 现在是真正的一个精剪就完成了 那么这两个案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建议大家收藏反复观看 特别是买新苗 买到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态 然后出现这种一枝独秀 突然间不平衡 全是因为你到家以后 在你家你养的好 那个是要表扬的 后面修剪 反正这样学一下就万事俱备 后面一波接一波